各位早晨 現在時間是8點半 其實我們今天是上了一個旅程 上Andy's Mountain 他們是早上6點20分 就已經去我們了 現在很難分 然後到這裡 他們給我們買早餐 但是我們還不需要 而且上到這裡是很冷的 我想說昨天是 昨天是 昨天 今天是冬天 我們已經到了差不多全景的位置 就可以看完這裡的山 和Laguna 我們也乘了3小時斜 我們會花1小時左右拍照 這裡也挺漂亮的 一直上來的時候 他們也會解釋這裡的景觀 譬如政府有Plantation 因為這裡是沒有自然的樹 他們是為了棕樹 根部可以找到泥土 還有那些minerals 就不會流失了 因為這裡都是地震帶 那些火山的泥土 都是很多礦物質的 去到上面那裡 還有冰川 因為全球暖化的關係 所以每一年的冰川 是越來越少 好像是50年之內 就會看不到上面的冰川 還有這裡也很冷 剛剛他說了海不不知多少 今天的天氣和昨天真的差很遠 現在應該只剩10度 幸好穿回一件衣服 還有穿回長褲 如果真的死給他看 那些水很藍 然後這裡的車路是單程路 所以很多車都停在後面有位的地方 嘩 我們到了 這裡很漂亮 這裡真的超美 還有河水還有山 上面還有小雪 小雪 我們剛剛到了另一個 現在是一直走過去看一個瀑布 還有這邊就有冰川 在好上那裡 這裡除了走到瀑布點之外 後面那裡是有一個廁所景點 有需要的團友就可以去 我想我們已經到了 這個應該是一條溪 這是一條溪 這些是激流溪 終於找到一個瀑布 究竟是怎樣 這個是瀑布 在這裡 剛剛那條激流的下面這裡 水也挺厲害 不過很細條 我們剛剛一直在看他們 撿桌 準備我們的午餐 你重見天日了 恭喜你 終於沒有那麼腫 雖然是很簡單 但我覺得已經很棒了 我們是有三台 吃的東西都是一樣的 但是不同車的 應該都是不同公司的 有Doritos Salami Crackers Olive Cheese 還有那個很古怪的東西 就是cream cheese 加醬油 加芝麻 點餅乾 還有酒和果汁 那邊還有薯片 簡單來說我現在想馬上吃東西 我也是 麻煩 立即 他們很慢 新世界的人都會慢一點 去完在瀑布吃東西之後 還有一個站 就是現在在senhoze 是智利的senhoze 這個是Town仔 讓我們逛逛 然後這裡有些戶外活動 真的有得玩激流 說這麼快就已經到了我們在Santiago的最後一天了 我們在Airbnb那裡剛剛check out了 扔下行李之後 現在準備去附近的一個港口 首先要坐的士去Bus Terminal 我們剛剛搭完的士到了Town仔 但是在對面 所以我現在捐了我Metro的地上去Town仔 前面就已經是了 那其實它的Port是來的 定之一程是100分美感而已 因為我們上網看那些Joy的地上要1分美感 所以我們決定自己搭巴士 這裡有很多不同的巴士公司 我想找其中一個就想得 我們剛剛很快速地買了巴士票 這個Bus Service就叫到 Poolman Bus Postal Central 一程6000 單程6000 然後來回就是8000的一個人 還有這輛巴士有 還有一個板子的腳夾 可以有truck holder 是不是這裡啊 這裡 有USB Port 因為我們要即日來回的關係 還有我們那個Luggage Storage 因為民宿主任7時半有工作 所以我們要7時之前 回到Santiago 拿到我們的行李 所以我們就會在Port那裡留5小時左右 我好興奮啊 我給他一個四星 經過1小時的巴士之後 我們已經到了Balba Lazo 剛剛一離開了巴士站 我超肚餓啊 但旁邊就已經有一檔是買 Empanadas的東西 是1000個佩索一塊 主要是淡淡肉 超好吃的 我已經吃飽了 其實這條街一路走下去 大約15分鐘左右 就會有第一個Historical Museum 就是免費去的 然後再直走一點就會已經是港口 這個村子很小而已 我們剛剛就到了這個Historical Natural Museum 免費入場 還有免費Wi-Fi 但是這裡所有的東西都是沒有英文的 還有這邊的東西比較便宜 我覺得還有很多小飯 還有天氣 今天也挺曬的 但是不熱 這裡有他們的文物 我覺得這裡很有趣 跟著那些動物的足跡 就會進到這裡 哇 這裡就是個投影器 這邊還有可以進了submarine 我們馬上進去看看是什麼 我們可以看看海底海洋生物 這裡很冷 即是不同的設備裝置 人類可以纏到多少米 這裡就是我們之前的Santiago 是上一點點的 近一點海 我們現在是Felapaleso 我們是從那個Historical Museum 直行15分鐘左右 我們已經到了這個Sasa Sotomaya 哇 這裡有買K-pop那些帽子 我實在說買 這個是曲的那個 剛巧他們在這裡擺市集 我們就可以在這裡走一會了 我覺得這間店也挺漂亮的 後面藍色的 我們在Plaza Sotomaya 離開之後 行程實不緊湊 我們已經來到 來一個neighborhood 這裡也是很多桃鴉的街 都是其中一個很arty的 我覺得超漂亮的 哇 有我最喜歡的人魚 淺藍珍珠人魚公主 我們可以一起走上去 踏上彩虹的天梯 你Ready好嗎 有我喜歡的人魚不僅 還有我喜歡的狐狸 前面還有太陽 我們已經到了Jero Consumption 好像Animal Kingdom 哇 有Chinese Fusion 發現 紅樓夢貓 是紅樓夢的嗎? 竹英台 梁山法語竹英台 是不同童仔 是嗎 對 真的不知道 兩三八月竹英台 是中國版的羅馬歐語朱麗葉 是 紅樓夢是講西門慶的 是不是 我真的不記得 我沒有看過紅樓夢 但這裡又可以拍到後面 其實後面那裡有點像Cuzco 是 只不過是那些 屋的顏色 比較多 是 海 這裡裡面是餐廳 景點被他買了 如果在餐廳外見到海 就是這樣 可以看到海 那裡再走前一點 就是我訂購了這個 Paseo Hevasoni 這裡也是一些市集 我覺得如果這裡可以留一晚的話 會舒適 這裡是用來休息 對 但我覺得很多外國人喜歡美藍味 他們都喜歡加一些沙灘 我們本身就打算不交 你明白嗎 但我覺得不需要 沙灘也是 對 如果要去沙灘 當然是漂亮的沙灘 就不會去 隨便一個沙灘 如果是假期的話 不過其實南美沙灘 他們說漂亮 但我本身不覺得太漂亮 這個沙灘 油畫 Magnet 這些 這裡一直走都是一些 很七彩顏色的街景 對面就有點像 La Paz 我們是拍過那裡 那條彩虹街 嘩 這裡好像 像San Francisco 對 如果它繞來繞去 哇 這條路超像 那上了這個 San Francisco的山坡之後 還有Art and Believe 嘩 我覺得這個也很漂亮 還有他們其中一個大卡點 如果這裡是 如果是 Flower Bag的話會漂亮很多 嗯 這裡就寫著 We are happiest 我們很緊扣的行程 今天已經完結了 因為 我們是會搭5點10分的巴士 回到Santiago 那現在就差不多時間 在這裡等巴士了 其實這裡 我覺得需要 預約一晚才可以去到這麼多地方 如果你跟團的話 可以去這個鄉 加另一個旁邊的鄉 看到的東西會全面一點 快點一點 因為不用自己走來走去 就是只能坐巴士 不過這個也是省線的方法 這裡就有我們要坐的巴士 其實都挺方便的 真的在整個Plaza那裡走過來 在半個小時之內已經走 我們現在就是找 究竟在哪一個閘口 我們就會上車回到Santiago 今晚就會飛到Torres 第八內國家公園 我們的巴士已經到了 在2號月台那裡 我們回到Santiago再見 拜拜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